早前保安局向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 计划在2018年开始 帮全港市民更换新一代智能身份证 不过由于技术改变 不少市民都担心个人资料会容易外洩 今天我们请来Linux Pilot高级顾问麦经伦Kenneth 上来讲下今次更换新一代智能身份证的情况 Kenneth 你好 你好 自2003年开始 全港市民都换了智能身份证 今次保安局基于什么理由而提出再次更换呢 其实是因为本身身份证自己有一个限期 因为你知道任何物料任何东西都有限期 包括IT的OS或者Application 甚至是做身份证的物料 他现在拿着的理由就是 因为当时2000年初初做这个身份证 他那种物料大概只有十年时间 过了十年之后 因为塑膠各样也会老化的 在某个时点可能会引起大批人一起 那一张证死了 或者一些胶爆了 腐烂之类的 为免产生这样的情况 所以其实他想去换 大家一起换新证 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其实他加了一种新的技术 就叫做RFID RFID就说可以像八达通那样 简单来说 就是遥控地去BIT 这样就可以拿到数据 第三样东西就是 他希望加一些新的凝证方法进去 因为以前我们知道 譬如你过这里的时候 你很简单 你放个身份证进去看 看完之后你要拍子毛的 你可能都会发现过 为什么有些人 可能拍来拍去拍不到呢 过来过去过不了 原因就是说 有些人可能受了伤 有些人可能在指纹上比较浅 所以其实用一个指纹去辨认一个人的方法 其实未必是那么好的 其实他可能有另外一些方法更加好 譬如我们现在看到有 譬如念孔辨息 又或者有视网膜的辨认 但是要加这些新的机制进去 就一定要身份证里面那张照片 有足够的解像度才可以的 为什么要有足够的解像度 当中涉及什么技术呢 比如说你做Face Recognition 就是本身脸孔辨息 脸孔辨息的时候 其实计算的是 你眼耳口鼻 就是五官本身互相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从而去辨认那个是不是你来的 既然他要去过集的时候 你要拍摄你一张照片 就是看他的样子的时候 本身身份证一定里面有一张照片 是跟你这个样子做对比的 不然他不会知道究竟是对还是错的 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比较高解像度的照片 才可以做到这件事 其实刚才你也提到 还有一点就是 这张新的智能身份性 可以远距离读取一些资料 不过报道一出的时候 很多市民都会担心 用无线的传书技术 会不会令到个人资料容易外洩 其实这种技术是什么来的呢 是不是真的会外洩资资料呢 其实理论上他就采取了一个类似 白达通的手法 就是说他可以避免 然后就拿到你的资料 但是每个人都害怕了 如果这样就可以遥远抄牌 或者做任何东西 我不知道 因为其实RFID 如果从技术上来说 大概可以是一个10米左右的范围以内 都可以做这件事的 距离你10米 我都可以做这件事的 但是他就说 本身的文件方面 我们也看过 他有些保护机制 保护机制就是说 他做这件事之前 他下了一个限制 限制就是说 你必须要把身份证 盖在一个scanner 就是光学辨识 在大概不多于2cm的距离 就是读了某些data 用这个data做一个key 拿着这个key 他才可以用这个方法去避免你的东西 如果真的市民很担心 如果这样远距离读署资料 真的觉得会有危险 可以怎样预防呢 有些网上的人就说 用铝片做的银包 就可以预防到 是不是真的呢 其实现在有些物料可以这样做 那个我就没试过 但是应该是其中一个方法来的 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想试 你拿那样东西 然后带着一张卡 有RFID功能的卡 然后试试 试试试不试试 因为政府其实他的解释 我觉得是OK的 只是问题是你信不信他 原因就是第一 他需要一个key 这个key 究竟会在警察保存多久呢 或者政府机构保存多久呢 如果保存得10分钟 当然没问题了 不然10天都可以的 10天之后可能第9天 你拿着在街上撕 你的东西就不见了 在他那里了 这是第一 第二件事其实牵涉到 是谁做这件事的问题 因为其实之前我们这个身份证 其实是一间外国公司 委托一间 好像是法国的军火商 做这件事的 因为都是外国公司 控制了这些资料 但是本身这次来说 听说是一间北京的公司来的 变成那些资料会如何处理呢 这个反而是人们比较担心的部分 你刚才都说过 其实智能新闻证的物料是有限期的 会不会今次换完 10年后又要再换过呢 会 绝对有这样的机会 任何物料都有限期的 只不过他意思是说 他怕不知道哪个时点 突然间大家一起死了 那就很大件事了 好啊 今集麻烦谢Kenneth 我们解释了 换新一代智能新闻证的情况 《潮华花期》时间到这里了 《潮华花期》 中文字幕体制作人 《潮华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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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